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件壞事情 也就是在之前台北股市在漲 每一天都1400家的股票在下跌 现在台北股市在跌了 可是你也可以发觉到 在最近里面 腾落指标表现得不错 你看在今天大盘跌了66点 但是上涨的加速是605家 下跌是554家 更何况是不占指数的个股上面 它也是上涨加速比较多 也就是说当台北股市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再跟大家讲 当黄仁勋董事长 他正式演讲会之后 他会给台北股市 画下一个分野领 这个分野领是什么 它就是来自于在指数上面 或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整个目前的内支市场 它的操作模式的改变 这个部分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以前里面可能就是 拉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这个时间点除非外资 它持续在期货选择权 现货市场上面 它持续的做多 它才会有利于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或是台北股市 它持续的多方的一个架构 KG指标如果是在高档 还没有交叉向下之前 它有量有价 它也会有利于全资个股 但是现在的格局到底是什么 现在的格局就是我们下个结论 震荡修正它是在所难免 因为涨多 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先来看看电脑好了 因为电脑比较清楚可以放大 这是电脑 台北股市我们说 一个你都看不懂技术面 它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KG指标 KG指标里面来讲的话 它的敏感度会比MACD来得更快速 所以你做短线的人 你本来就是要看日KD大于MACD 因为MACD那柱状体它要去变多翻空空翻多 它会比日KD指标花更久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是做极短线的人 你应该是看日KD 日KD基本上它就从高档上面交叉向下 你交叉向下的过程之中 那就告诉你说它是震荡修正在所难免的 我在之前是不是就预告 黄仁勋董事长在整个台北电脑展之后 它的一个演讲之后 那内资市场它的操作策略就不同 它的策略不同 就是有些的中始户 它虽然已经赚了一倍 它赚了两倍 但是它看好的个股 举例电子产业一定是AI 这个区块它一张都不卖 可是他们毕竟是涨多 他们毕竟是涨多 涨多的过程之中 又不是内资市场只有中始户 这些很可靠 整个收容资金的一些人 它有分成业内主力 对不对 在这种过程中业内主力 它会上下其手 因为涨多 它的操作来讲的话 也会有比较短线 尤其是在金主这个区块 金主区块就更短线 那有些人就不敢去做一些追高 你想想看在这一次台北股市真的是 让很多人很头痛 有些股票 它就像龙卷风一样 飞龙在天一次就上去 你不切下去 你跟不上 你自己想想看 这一次的细致才是这样子 这一次AI相关的概念个股 以前都是大牛 或是我们跟大家推荐的 不管是在长龙行 不管是在中华车 以前会这样涨吗 所以在这一次真的是很不太一样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就很多人切不进去 你切不进去的一些的资金 他就会去寻求落后性的补涨 但是我提醒大家 补涨就是补涨 你的手脚要很快 譬如说在今天就开始涨 暑假概念个股 因为从光光 光光一定是吃喝玩乐概念个股 在暑假 可是你要知道 你如果去买游戏软体个股 你能做很长吗 你没办法做很长的 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我说中国大陆现在里面来讲 它主要的一个部分 它又回撤到很重要多方的防守区 叫3200 也就是说当你的中国大陆 这个人口红利 你没有办法出来 印度它是个总姓制 什么叫总姓制 就是阶级制 贵族跟贱民不是平民 是贱民 你要叫那些贱民有钱 来玩你的游戏 你要叫那些贱民有钱 去买好的手机 很困难 对不对 它正在发展之中 它美国想要扶植印度 来取代中国大陆 可是中国大陆里面来讲 现在面临到通缩 的确是这样的问题 消费力道出不来 但是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要去用游戏软体个股 靠我们台湾人 2300万人口能够吗 靠不了 所以你就可以发觉到 全部 韩国也好 大陆也好 游戏软体个股 股价都不强 你今天要去在暑假之前 抢游戏软体股 因为位阶低 我不反对 我不反对 因为本来大家就可以 操作落后性的补涨 但是补涨就是补涨 这个部分你自己留意 你还是要寻求主流 所以我们在今天里面来讲 既在之前 帮大家整理出来 整个台北电脑长 黄仁勋董事长的 四大产业 八个品项以外 我在今天里面 会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就是我在之前 一直要跟大家讲的 我说有些人 他在节目上面 或是在电视上面讲 他讲是要讲他的股票 无可厚非 人心都是肉作的 很正常 可是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的投资者 你要投资到对的趋势 对的方向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AI伺服器 尤其是在最近里面 它是在聊天机器人 他带领出来 因为聊天机器人 需要大量的资料 他没有四四而非的答案 你给他条件下去 他就给你答案 就像黄仁勋董事长 在这一只电脑站 他给他一些的条件 人家就会唱歌 对不对 所以在这过程中 他要大量的资料 而AI的伺服器 就从此有了爆发性的一个成长 但是AI伺服器 等于伺服器吗 它不等于 AI伺服器 占伺服器里面 大概在今年就只有1% 可是AI伺服器 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它比传统的伺服器 它贵10到15倍 你想想看 如果你能够打入 AI伺服器的供应链 那当然就是可以 股价什么 大象也会跳舞的原因 就是如此 我等一下里面会针对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电子时报跟鼠方在之前 鼠方常常会在研究的过程 先于市场上面告诉你很多 然后你再看到后面的资料 再跟上我们的研究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这是今天6月1号 电子时报礼拜四的一个报纸 他讲到 现在所有的客户 他开始在排 NVIDIA的AI GPU的部分 排单排到年底 伺服器的供应链的焦虑感 非常的高 为什么 因为这两年之中 尤其在今年 你就算现在在电脑站 你下订单 年底之前你都拿不到了 你都拿不到 所以你就要知道 为什么一些的中时户 他知道这个区块 研究到这个区块 而我了解到这个区块上面 告诉你 有些人一张都不败的一个理由 可是AI伺服器 它分成很多 它有非常多的一个供应链 谁能够因此而受贿 这才是你要去做一些了解的 我等一下会来告诉大家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台北股市 我们先把大盘下一个定论 涨多之中的震荡 修正 它很正常 我以前在之前就预告 不是今天讲 昨天讲 在之前的台北股市第一次 年限翻为多头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去了解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年限扣的一个位置 它已经到了哪里 它已经到了这里 也就是说 年限现在最高的位置在这里 它还没有正式性的方向 可是再隔一个礼拜时间 它会往这样子走 年限会不再扣高 你就要记住 我们在之前的预告 六月份的台北股市 正式结束长空 你正式结束长空的时候 要回想出来 当时候多少人在骂废半指数 看不懂 他们看不懂技术面 不管是谷越涵先生 不管是我们台湾里面来讲话 我们说陆行之先生 或是陈振华先生 那个再去解NVIDIA 它的一个财报上面 才说救世主 我觉得这都太慢 你本来就要知道 AI人工智慧 是全世界上面的浪潮 科技产业的一个浪潮 我跟大家讲的原因 不是在告诉你说 鼠方有多厉害 早就告诉你什么 讲这个没有用 而是告诉你 记住 整个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看看 废半的指数 年限的翻扬是在这里 它翻扬之后 有没有因为出现了 涨多的解套性的卖压 跟长线的解套性的卖压 有拉回 可是拉回之后 想想看它后来是什么 想清楚了 你才能够面对目前的格局 也就是说目前的台北股市 涨多的震荡修正 本来就是正常 5月30号MACI 你不要再跟我讲MACI才爆大量 技术面不管消息 不管理由 它就是爆量 爆量的底点是16491 收盘如果跌破 它就是涨多的修正 另外一部分来讲 KD指标就是交叉向下了 你做短的可以短卖 你可以短卖 业内主力也是这样子 它做来回性的一个部分 长多的架构不会改变 因为连线即将扣低 你就要记住 这一次是给你 长线的投资朋友 在中短线的转落 如同当时候的废半指数一样 在拉回的时候 你要重新去做进场 你要重新去做进场 因为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来讲 虽然在今年的选股 它是倾斜式的 但是到了2024年 慢慢的你就会看到 它的扩散性就会出来 为什么会出来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所以长线的投资朋友 可以趁本坡的中短线修正的时候 逢低分批布局 日KD是不是还没有修正完成 你不知道它修正多久 基本上日KD还没有修正完成 或还是过热的区域的过程之中 你要采取切割的方式 我已经讲很多次了 你如果没有去切割 你一定会害怕这个盘 每天一下子100点 你如果买一满 你会不会想砍 你看到昨天美国股市 废半大跌你会不会想砍 NVIDIA大跌你会不会想砍 你就会这样 你就每一天随盘去做起舞动作 如果你资金切割 你还巴不得它跌 那个心态会完全不一样 不要去使用融资 如果就算你16491跌破 你就要记住 5月26号有多方缺口 只要16323守住 多方的趋势 它没有去做任何的一个改变 它如果跌破了 这会比较弱一点 但是它下个支撑是15961 随时留意资金流向比的变化 电子占7成 7成以上做电子 电子占6成到7成一半一半 现在是什么 因为昨天美国跌 在今天电子就降到7成之下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非电的族群就出来了 非电的族群就出来了 所以如果是6成到7成 你每天看一下 就是电子跟非电轮动 你可以各占一半 这个部分大家自己留意 压力就是16702到16811 外资期货选择权现货市场 同步偏多才会有利于0050 反之没有这个情况 像它昨天是不是多单在下降 对不对 在没有这种情况之中 量能又是萎缩的 有利于什么 中小型个股 所以在最近里面 你是要重个股 而轻指数的时候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一个留意 在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你自己要留意整个未来里面 趋势的一些的一个改变 我在这里里面来讲 也提醒投资朋友一件事情 如果你好不容易有了门票 可以参加我们6月3号 跟6月4号的一个演讲会 你就要记住 礼拜六礼拜天不会下雨 不用担心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要记得要来 6月3号星期六 早上10点钟的高雄 下午2点半的台中 跟6月4号下午2点的台北 在这里里面来讲话 蜀邦就与你有约 来共创财富 因为毕竟在这一次里面 这一次的演讲会 我只能说 我不敢保证一定是最后一次 但是有可能 而且一定是倒数三次以内 我出去做演讲 第二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做近 蜀邦花了很多时间 到昨天才定稿 在昨天才定稿 而且增加了很多的东西 有致富的捷径 这个叫神秘小礼物 如果你要的话 你要把握在这次6月3号 跟6月4号高雄台中台北的一个演讲会 在此也感谢所有的投资人 也感谢我的会员 突然发觉到蜀邦很瘦 送了我一些的东西 做进补的动作 蜀邦没有刻意减肥 完全就是因为花了比较多的精神 跟精力 可能就消耗比较多卡路里 但是体重还在正常范围内 我吃的东西会比平常更多 不用担心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如果要成为股市的赢家不缺席 好好把握这一次你已经定好的位置 在这个过程之中参加我们6月3号 6月4号的这三场演讲会 蜀邦定不护所有投资人 让你未来里面来讲话 在财富上面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赢家 在这种过程中 我们进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个股来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因为在这一次里面 台北国际电脑展 不再是停留在聊天机器人 聊天机器人对企业的帮助并不大 它只是一个AI 世界上面的一个引导的 一个软体上面而已 而且它也创造不出来财富 一直到这一次里面 整个台北电脑展 黄仁勋董事长 把整个一个所谓的AI 它化为实质对人类 对工业 对子企业有帮助的产品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要知道 它在这个过程 光是一个台北电脑展 你知道它接到多少单吗 AI伺服器 我再讲一次 AI伺服器 不等于伺服器 这一次NVIDIA里面来讲的话 这一次卖最好的 就是AI伺服器的部分 它在手订单超过10万台 它说10万台很少 你知道一台多少钱 一台20万美元 20万美元 一台20万美元 你自己去算10万台 那以往里面来讲的话 一台多少钱 1万左右而已 1万左右而已 所以在这我就跟你讲过 这个价格上面是差了10万8千里 所以你这要分清楚 如果你是伺服器的公司 不去 你要跟这个AI伺服器有关系的 才一样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里面来讲话 你像 而且它这一次的订货 你订得少 你一次下1万以下的 我不给你 我只给微软 我只给超微 我只给微软 我只给Google 这一次1万台以上的 我才给它 然后在这种过程中 一台20万 一台20万 然后Meta Google 全部都来要 就算你跑来跟黄仁勋拍胸脯 说我们是好朋友 就算黄仁勋董事长 给你看他的一个赤青 他还是告诉你 我出不了货 我出不了货 我到年底之前 都没有办法出货给你 在这种过程之中 整个一个中国市场 虽然没有如预期之中的复苏 很多的企业就节省了成本 所以云端整体的采购量 都是减少的 Meta也是 Google也是 但是大家都去买的是什么 AI伺服器 所以它大爆发 大爆发 你就要知道 AI伺服器里面来讲 真正在这种10万块钱 20万块钱美元 的一个伺服器 它一定会造就有些的公司 它的ASP叫做平均售价是高的 哪些是高的 你只要去做留意 在这一次 黄仁钧董事长里面来讲的话 很像我们头顾老师 点名名牌 来告诉你 哪一些的公司是跟我有关系的 云达就是广达 你看广达的股价 这一波也很强 对不对 核硕 那一波 AMD就不用看了 然后再过来 技嘉 过来5289的仪鼎 2317的鸿海 3231的伟创 有没有 这就是什么 虚拟工厂 数位工厂 自动检测机器人 对不对 这个是国外公司不用谈 达明机器人 光是一个达明机器人 点名 你来看 广名 我跟大家讲的广名 你来看 掌停板之后 今天又创新高 因为他这一次里面 已经开始讲的是机器人 那Mask也在讲机器人 而且他这个机器人 已经会有先进的制度 行动的能力 那重点来了 你要完成这些动作 你要有大量的资料 他才会给你对的答案 就像你在养一个人工 那个机器人一样 你要喂他 喂他 训练他 训练他 他才可以正确的答案 那谁是在这里面 能够因此而受惠的 他就会非常的重要 因为一台20万 旧的以前一台1万 那你就要去看 哪些可以因此涨价 那我在之前就告诉大家 其中一个 就是你不要被市场讲 市场讲说 水冷 水冷散热 哪来的水冷散热 明明就是3DVC的部分 他就是把导热管 将均热板 对不对 气冷跟水冷做个结合 利用风扇这样吹 风扇这样吹 所以散热风扇 不管是2421的见准 或是3017的旗红 3324的双红 3653的见侧 它是受惠的 那你要因此而 开始能够去吸纳这个 那么多 你知道他8支 8支 8支 3DVC加上什么 还有所谓的风扇 对不对 他的变成体积要很大 所以他的伺服器的机壳 他要从1U 2U变成什么 4U到6U 我不要讲多 光是4U AI的伺服器 跟传统伺服器 一个机壳 100块美元 100块 你知道到整个一个4U 要到多少吗 550块 到6U以上 因为他是4U到6U 6U以上 可能就要1000块到1500块美元 差很多 所以你自己要选对 而且这里面也要知道 他的超级晶片 就是台积电同盟国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就可以发掘出来 有些个股里面 我们这一档个股在今天 又涨就不要多谈 你自己看看我们给大家选的 又有获利又好的公司 是不是在起涨点告诉你 常罗航 这一天 到今天已经到多少 36 再来看看我们跟大家讲的 一些的个股上面 我说5243的乙胜 它是什么 它可以在未来里面 跟华府比价 为什么 因为它车用占比很高 很高 大家在讲 鸿海接到特斯拉的订单 其实是它 你自己去做留意 所以投信产会买成这个样子 再过来2421的见准 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 这个你自己去留意 再过来 你看看366亿的事情 我说有些人一张都不卖 为什么 因为整个超级晶片 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我现在讲一个 市场上面要知道的事情 未来不是NVIDIA 才要供AI伺服器 超维也想 AMD也想 一堆人 见烈欣喜 气质材会接到很多的订单 AI伺服器的订单 创意 世新 M31 这种只要是气质材的 你都要好好去做留意 这是世新 这是创意 6643的M31 但是在记忆体的部分 你要注意 现在市场上面 可能有点谬误 它的记忆体大部分是来自于 三星攻击 三星 但是DDR5的部分 台湾才有一些的一个帮助 你自己这个部分 你自己去做留意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很多的个股 都出现了一些的机会 可是你能不能够去做找到 尤其是我们现在在看 整个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我刚才已经讲 现在是NVIDIA 它只带动这样的一个风潮 但大家只看到NVIDIA 然后就会说泡沫 你怎么没有想过 如果超级晶片要进来 如果微软也要进来 如果Meta也要进来 大家都要进来这个区块 怎么会泡沫 根本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 而且价格这么的漂亮 那就是你选股的一个逻辑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们在这一次的 演讲会里面来讲话 就会有一些自盛的绝境 快的方式 在整个台北股市里面 我们当作一个神秘礼物 会在当天送给大家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你要想要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中 虽然会有涨多修正 震荡的一个压力 我已经告诉大家答案 但是是你的机会 相信我是你的机会 所以你要在2023年 甚至2024年 鼠方帮你规划一个未来 让你在股市不去做缺席 在这个时间点 把你的财富做翻滚 倍数翻的一个动作 你就参加我们在这一次 6月3号星期六 早上10点钟的高雄 下午2点半的台中 跟6月4号的台北 你报名好 你就赶快来参加 鼠方跟你不见不散 在未来里面来讲话 鼠方与你有约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